我一向認為要促進交流 增加善意 秉持互信的態度及兩岸一家親的理念 彼此互相認識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互相諒解 兩岸的交流必須要有延續性和政策的穩定性 尊重過去以簽訂的協議和互動的歷史 在既有的政治基礎上繼續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共同追求兩岸人民更美好的未來 我一向認為要促進交流 增加善意 秉持互信的態度及兩岸一家親的理念 彼此互相認識 互相了解 互相合作 互相諒解 只要有利於增進雙方人民福祉 只要有利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身為台北市長的我 都會盡最大努力去做 我推動兩岸交流的目的 就是讓大家可以和平相處 讓人民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 畢竟兩岸和平發展 還是兩岸人民共同的企劃